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变成因为我要出国深造一年 他就怎么样都不让我走 就想尽办法地来折腾我 折磨我 但是我心里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对他的亏欠 我一年陪伴不了他 我就应该这个样子去做 但是后来我就很疲惫 对 所以不着急嘛 咱们把事从头开始说嘛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他不是个网瘾少年 朋友怎么介绍一个网瘾少年给你认识呢 就是有一次聚会 然后朋友就把他叫出来一起玩 他一般很少一起玩 可能就是特别的缘分 当时就叫出来一起玩 当时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 然后他就一直盯着我看 后来他就悄悄地问他朋友要我的微信 就疯狂地追求我 我刚开始没有答应 但是后来我们就通过聊天 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心思很单纯的人 他是我见过的男孩子 因为我的职业 我见的男孩子很多 不是你是什么职业 我是平面模特 见的男孩子很多 然后他是那里面很帅 但是不花心 真的不花心 他的心思特别单纯 所以就这一点就特别地打动我 后来呢你就好了是吧 对我们就好上了 好上之后呢 好上了以后 我就跟他说我要出国深造 好上了就要说要出国深造 不是在一起一年多了以后 这一年多怎么样啊 一年多我们都过得很快了 就是刚开始他就因为家里和九楼 他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个时候他的爱好是什么呢 他就喜欢打游戏 玩点动漫 然后家里人也不管他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很早就出来就是工作了 我就看不下 我就希望通过我去改变他 改变了吗这一年 改变了 他就开始就是让他爸给他安排在九楼里面工作 就他们家开的九楼 虽然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就到自己家的九楼上班了 游戏也不那么打了 这个意思吧 这一年过得挺好吗 但是半年前我跟他讲 我要出新加坡去 因为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必须按我的人生规划 就是要出去深造一年 去呗 对 但是他就想方设法的就不要我去 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他都把我甩的怎么办 那你去陪读 不放心 也不能去啊 家里面也不准去 老师他根本就不是说家里面不让他去 他是没那个胆子 我说你舍不得我 你想黏着我 那么你就跟我一起去 结果你知道他闹出怎么一处 他去辟了一张照片 说自己得假扣坐不得飞机 他完全就是根本就想把我捆在他身边 你知不知道吗 他都用些什么方法 除了披照片说夹抗啊 之外还有什么方法 就很夸张到什么地方 就说上下班让我去接受 我当他的司机 因为到现在他要是六岁了 都还不会开车 然后我当时觉得还是 就是就是一种弥补 后来我每天按时都在他的家楼下等他 然后给他打电话叫他下来 然后该上班了 有的时候甚至什么 在床上去把他拎下来 你说有这么过分的人 然后我也有我自己的工作 就有一次工作有点晚了一点 然后第二天就起不来 然后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可以 你可以今天自己去吗 就不行 就像小孩子一样 你不来接我 我就不去了 不去就不去呗 你出国是去读书还是干嘛工作呀 读书 行吧去吧去玩 读书也挺好的 对啊我觉得很好 去吧那怎么了呢 然后 你不放心他是吧 对我现在就是放心不下他 你知道吗 有啥放心不下的 就是比如说 就是现在每天他要让我哄他晚上睡觉 如果不哄他睡觉 然后他就要跟我闹脾气 我觉得是不叫哄吧 你想正常男女关系之间 肯定有聊天啊 我觉得只是他把这个聊天换成一个孔子 我也不是小怀疑要换纸料裤这些 对不对 为什么要孔子呢 行吧 那也没啥事 你就出国出你的国嘛 我就是现在放心不下他 而且他对我现在我还没出国之前 我还是做我的平板模特 就对我的职业都有攻击性了 他之前觉得我这个职业很好 跟他的朋友都说我是做美丽的内容 而且跟他朋友说起的时候就很开心 就很称赞我 但是现在他就属于跟他朋友介绍 就说我的女朋友就是一个小模特 小尖子混一口饭来吃 就说的挺难听的 而且我职业就是需要把我的拍的客片 样片发在朋友圈 因为朋友圈是个平台嘛 我们有那么多共同好友 他就在下面诋毁我 他说什么呀 他就说你跟那男模特嘴臭得那么近 你们怎么不亲上去呢 他还问我 他说昨天你搭的那男模特 他的身上的香水味是什么香水味 他问我 难道我怎么问你 难道我你们应该更亲密一点 靠在一起这样更显甜蜜是不是 你之前不是这个样子对我的 他之前不是这个样子 你吃醋了是吧现在 就是吃醋啊 那你以前怎么不吃醋啊 他要出国以后 我觉得越来越舍不得 我在